仔细看这位正在地里寻宝的小伙 突然听到了从远处传来了什么声音 来到声音处发现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鸡仔 嗷嗷待哺 鸡妈妈不知道什么原因已经没有了呼吸 心地善良的她 不能眼睁睁看着弱小无助的小鸡们自生自灭 于是在埋掉鸡妈妈后决定 给小鸡做一个简单实用的鸡笼来收养他们 小伙先准备了四根木方 接着将木方进行切割 以达到所需的尺寸 再把他们两边分别举出笋头后 将四根木方拼合成一个长方形的矿体造型 并定入铁钉连接固定 同时在中间加装一根木方后 在其上面铺上一张铁丝网 接着小伙又找出两个废旧的轮胎 切割去除轮胎的四分之一的部分 将剩余的部分用铁钉与木框垂直连接固定 随后在固定好的两个轮胎上覆盖一张铁丝网 如此一个基隆的基本框架就已成型 基隆的一个侧面同样用铁丝网作为尾档 而另一个侧面则需在其三分之一位置安装铁丝网后 还需树立固定一根木方 以便于安装一扇小门 用螺钉将小门和木方连接固定 固定好后这款小鸡基隆就制作完成 为了方便小鸡的进食和饮水 小伙还贴心地用塑料瓶制作了一款自动喂机神器 再将塑料瓶底部开孔 并用热溶胶与塑料瓶盖粘连后 就可以分别给其加入清水和饲料 将加满饲料和水的喂机神器放入鸡笼中后 就可以用它们来饲养小鸡了 有了这样一款简单实用的鸡笼 小鸡也有了舒适安全风衣足食的庇护所 在小伙悉心地照顾下 它们很快长大 长大后这款鸡笼 依然可以让它们住得很舒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